要说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 不得不提到被称为幽灵的美国B2轰炸机 这是一款高速低空突防轰炸机 其作战航程超过1.2万千米 有空中加油机支援的情况下 可以飞行1.8万千米 真正是具佩所谓的全球到达和全球摧毁能力 据称B2轰炸机的隐身能力和小型攻击机F117大致相当 但是在作战能力上却与庞大的B1B轰炸机相似 在设计之处 该款轰炸机就是采用最点尖的技术 为标准进行的设计 而之后经过多次改进 其生产技术、隐身能力、航电能力以及武器系统 都经过了多方面改良 能够突破敌方的防御系统轰炸地方坚固的地下公式 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先进的轰炸机 要问美国如今有多少的B2轰炸机 也就仅有21架轰炸机 能够满足一个轰炸机中对的需求 这对于全球部署的美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由于B2轰炸机的价格高达24亿美元 达到F22先进机的10倍以上 B动质量的黄金还贵上3倍 即使美国财大气粗 也不可能大范围的装备B2轰炸机 因此美国目前在进行大范围装备的轰炸机 是新款的B2-1轰炸机 它外形和B2极其相似 其实就是B2的简化版 在今后的20年B2轰炸机作为霸主地位的位置 将会无可动摇 除了美国B2的自我更新外 外界有能力挑战B2轰炸机的仅有中国 不为别的 只从价格来看也只有中方才能负担得起 但是从科技水平来看 我国相应的轰流K和美国的B2轰炸机差别还是很大 相信在经过数十年的经验累积 我国一定能够研发出一款B2-1轰炸机 收尾 收尾 伊 todo 때문에 收尾 使饭 好了 觀察 ہوそ 用 離